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上去似乎是在努力模仿人类 并以此与人类沟通 但由于当前阶段 他们对人类的了解并不完善 这些肢体通常是畸形而不稳定的 但很少具有危险性 慢慢的SCP-3153个体 会开始能够理解人类的面部表情 他们偶尔会尝试站立起来 并且用肢体环绕人类个体 表现出类似拥抱的行为 平时则待在人类个体附近保护他们 他们会逐渐发展出对于语言和技术的理解能力 并在身体结构上发生变异来使用这些食物 但做不到像人类那样熟练 随着时间退移 个体会累积越来越多变异 使得他们与建立联系的人类个体越来越像 然而他们无法精确地模仿人类的外形和行为 这时干细胞中生长出的生物质会增多 这些物质是无害的 但是如果不经处理可能会吸引大量的无以偿害虫 在92%的情况下 那些已被告知如何降低其生物质产生的个体 会听从命令减少最生物生长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收到指示后 46%的个体会自发地使用他们的生物质制造食物 并且送给他们的人类主人作为礼物 拒绝这些礼物会导致个体表现出明显的悲伤情绪 对这个阶段个体的智力和产生生物组织的能力的进一步研究 原在进行 目前证据表明 NCP-3153个体没有任何的心灵控制能力 并且他们与人类个体之间建立的联系也并无异常 截至目前 68%的人类受试者已经成功完成了建立联系的过程 增长率约为21% 博士提出可将 NCP-3153个体和类似一场用于治疗目的 具体可见论文 人道的害虫和有害的人类 关于智人与异常无公之间建立的非传统友谊 以上就是NCP-3153 简单地说NCP-3153是一种对人友善的巨型无公 会跟一个人建立关系并常去帮助他们 他们能用身上的干细胞长出人的肢体 以此模仿人并与人沟通 虽然理论上这个NCP还蛮可爱的 但想像被一只长着人手的巨型无公拥抱 有一种微妙的恶心感 最后来介绍一下这篇文章提到的相关组织 威尔逊野生动物应对组 威尔逊野生动物应对组是一个管理异常野生动物的民间组织 由提姆·威尔逊创立 总部位于奥瑞冈州的无聊阵 顺带一提这是真实世界存在的地名 1997年开始活动 因为一只能引起暴风雪的北极熊造成的巨大破坏 威尔逊野生动物应对组与SCP基金会签订合约 之后受基金会监督 他们可以处理SAFE级或Eucaly级的动物群异常的收容 而基金会则会进行不同程度的介入 威尔逊野生动物应对组又一种被称为小动物简介的条目 通常是以照顾者的角度介绍这些异常动物 这些异常动物通常都没有太大的危险性 例如石梦魔与马来魔的混血后代 能粘在一起聚集成海外外形的鱼群 无法被碰出的鲨鱼等等 这期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记得分享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按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一个CPU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